哈喽,大家好,昨天经朋友介绍,这边有一个鱼塘,是一个老渔民自己家养的鱼,昨天是第一天对外开放,今天我们就过来了,看后边已经坐了很多人了,现在我们去问老板怎么钓。 老板,咱到了老板这里,看见老板,这是一个地下堡垒自己住的地方。 这是两条小黑,叫什么狼青,看了好凶啊,但是挺乖,也不咬人,也不叫,老板说了,这白天不叫,一到晚上开门可好使了。 看,这边有几个大哥,刚才那边已经上鱼了,我们过去看一眼。 刚才一看的老板就是个老实人,但是不让拍,人家不是说不让拍,是对这个镜头有这个抵触感。 人家刚才介绍了,咱这个鱼坑里边是鲤鱼,大鲤鱼,特点是还有大草鱼。 大哥上鱼了吗?大哥上鱼了吗?上鱼了吗?上了。 刚才我看上了什么鱼这是?草鱼。 哎呀,滴落一下啊,哇,哇,哇,这得有三四斤吧,大草鱼。 啊,这里边还有大鱼了,这是多大鱼,看一眼看一眼,点起来看一眼。 哦,大啊,这个大啊。哇,这得有五斤吧,两条大草鱼。 咱今天带的鱼石不对口啊,钓不了草鱼啊。咱看大哥用的什么鱼石啊。 这个,这个是什么呀?草料是吧?打锅用的。 哦,咱钓鱼就用这个,直接就是挂鱼钩上,玉米。 哦,绿蚂蚂蚂颗粒,绿蚂蚂颗粒。 看,泡泡一个看。 哇,长得就跟草味一样。 哇,全是草味。 哇,看大哥这个杆是真有特点。 啊,刚开始没看着,谁看这么长。 哇,大哥,您这杆几米的? 九米。 九米?哇,这个草鱼和鲤鱼吃这个,吃蛇的这个飘怎么看啊? 草有个绿杯啊。 鲤鱼,鲤鱼我知道,吃黑飘往下炖。 这草鱼呢? 草鱼要有合飘,要有飘就串了,要有钉飘。 草鱼要不就直接拉黑了,要不就把飘拽走了。 哇,那一不小心一不流水,把杆子就拽走了。 对对对。 那劲儿大,不过你这杆子真神气啊,我估计拽不走,你的杆子厉害。 现在大哥这没口了,现在把杆子抽出来了。 哇,这么长。 挂了颗里哈,这是咱那个六号线,不知道能看见吗?特别粗。 哇,这个飘子也给力啊,特大号。 我摸一下这个杆子看沉不沉啊,拿一下。 哇,不是很沉,不是很沉。 这个抛杆打抛啊,是背杆往后护吗?跟护大刀似的? 嗯,大便。 一会儿大哥要放杆往里边护绳了,后边闪开了,别勾进去了。 我得往后撤一下,看这大哥怎么下杆。 这是咱第一次见的一种九米的大哥。 看,大哥开始往里边捞绳了。 哇,进去了。 一看就是老手啊,换我根本就送进去这事。 大哥,您这个用的是几号的线呀?主线和紫线。 6号主线。 6号主线。 紫线呢? 紫线4号。 紫线4号啊。 哇,6号主线,紫线就4号。 咱钓鲫鱼和铝的时候,也就是2.0。 2.0配1.50.8是吧? 哇,咱那装备在这包好时,包好时。 嗯,下去就没了。 现在又起了一根,看大哥这个钩子啊。 哇,真大。 来,吴哥,这回让我给你抛一根吧, 让我捞一下,看能捞得动不。 来,大哥说了啊,让我帮大哥捞一根, 试试这个大杆子。 试试的。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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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哎呦可以啊可以吧 现丑了现丑了现丑了 没勾到人不错啊 这个这个挺直 重不重 重咋不成 哇嗡一下 厉害 他俩这刀绿丝 老板呀刚才从上面巡视下来了 在这个坑边巡视的啊 看有人打窝没 人家说了咱这个坑 十四五年没清过坑了 最大的鱼四十多斤是吧 刚才说 刚才叫鲤鱼四十二斤 在这坑里边钓出来鲤鱼四十二斤 草鱼呢咱又不知道了 一会看大哥干那个四十多斤的鱼上来 老板走了没听见啊 听见该吵我了 从我们来到这啊 吴哥这基本上就光给口没吃粥啊 现在吴哥现在收肝了 到点了中午回开饭店是吧 吴哥开个饭店回去得招呼客人了 咱呢没看到上大货 但是呢吴哥这儿有两条 吴哥一会提上来看看 来现在提上来 来 这是我们来之前的钓的 哇 大草鱼 你去信不信 抽豆抽豆抽豆 对对对抽豆抽豆 抽豆 这是咱大哥这个九米的干子啊 收起来也有一米茬 这么短的干 伸出来九米 哇 咱也弄一个吧 行 去鱼店逛了 给咱买个大干 咱也钓这个青鱼和草鱼 给力 来给大哥摊干净了 放回去 谢谢 你